苹果9月发表大会结束还不到一个月 市场就盛传 根据过去的经验 苹果将在10月份再举办今年最后一场的发表会 另外有国际分析师就大胆预测 明年的第一季 苹果就会推出低价的iPhone 这是2018年库克飞到纽约举办的10月发表会 打从2010年开始 几乎年年苹果都在10月举行年度 最后一场新品发表大会 今年或许也不例外 根据过去经验 10月发表会是专属MacBook和iPad系列产品 外媒盛传这次将推出新款16寸MacBook Pro 更窄的荧幕边框 而显示器每寸拥有227ppi 继续沿用第9代Intel的酷睿处理器 同时新一代iPad Pro也将同步亮相 传言将跟随iPhone 11 Pro脚步 采用三镜头规格 而强大的技术支援 可直接在iPad剪接处理 库克曾形容2018年iPad 已经是苹果最令人赞叹的产品 如今苹果再次超越苹果 另外谣传已久的Apple Text 蓝牙追踪器也渴望现身 市场传言不断 天峰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奇 则出据报告预期 苹果很有可能在明年第一季 推出低售价的iPhone SE2 推测搭配A13处理器 和3GB容量记忆体 它的预估出货量可达到 3000万支到4000万支 而且点名鸿海旗下的工业复联 可乘和解普科技 将受惠即可订单 全新iPhone SE2 不论硬体规格或外观设计 按照过去记录 苹果十月发表会 大多落在第三个星期三 向来喜欢给果粉惊喜的苹果 年底前会不会再推新品 惊见世界 引谨期盼 中三财系新闻综合报道 中三财系新闻